今天早上最新的新闻 国防部也发布相关新闻说 志愿力的士兵在1.1万人 流营率目前高达78% 可见这几年我们用志愿力的方式 相当程度也留下一群还不错的 所谓职业军人 前国防部长冯世宽冯伯伯说 外界敦促说恢复征兵制 冯前部长说真来的兵没有心 还不如用募兵来得好 这前国防部长相关的一件 听听洪威您的看法 特别是18 19 22 9 包括30到39岁 应该39岁以下都是我们国军 包括我们全民 所以经常性战役 最精干的来源 毕竟年轻 感觉我今天上去 我这个算是不好 OK听你的意见 冯世宽因为他 他现在是退府会的主委 然后我还想说 如果是不愿意 那个意变成就是这个意男的意 如果是不愿意 就是没有什么用 我想这也是一个 目前实际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民调非常有趣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讨论到 就是说18到19岁的 说当他问你 你愿不愿意 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上战场 9成6愿意 可是要不要实施征兵制 立刻降到12% 然后你看20到29岁 终究这些人比较算老鸟相对他们 就这比较金鱼事故 他问他说你自己和自己家人上战场 愿意只有26.1% 他已经知道这个题目 已经可能有陷阱了 你知道吗 26.1% 但是问到那个征兵制 你愿不愿意支持的时候 就上升到57.8% 他知道说征兵制很多人可能已经 就征不到 征到这些别年轻的 当然网络上很多人就在嘲笑 或讥笑这些年轻人说 你喊的时候喊得很大声 然后让你真的是让你去当兵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 其实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家也知道像现在中印的边界 有很多的战士频传 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些年轻的士兵 要送到就是中国大陆 要把他送到中印边界去 那那边这些年轻人都有一些红彩带 我相信可能都是他们要欢送他们 给他们很高的荣誉 然后这个影片就是他们在唱歌 唱着唱着大家就哭了 你知道吗 大家就讲说 当然后来像微博 他们那网络上也有说 你看这真没有用 让你去当兵 然后你应该是高唱凯歌的 怎么唱着唱着就哭了呢 那我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人性 谁也不要嘲笑谁 大家只是没有碰到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一份民调 其实他反映的是蛮真实的 那种真实面就是 我在表示说我愿不愿意上战场 像我们看到愿意上战场的比例 大概跟去年 大概一年之间 所以洪文文这是一部分的时候 要纸上英勇吗 在纸上表达意见很英勇 我觉得在保家卫国的时候 大家都会热血澎湃 想到这尤其说实在 现在的军舰绕台 发生什么事情 老想发生的事情 就是美国派了很多的 包含他的卫生部长来 或者是国务次卿来 我认为其实这并不构成 中国的军机要绕台的原因 他们要来的话 对台湾来讲说你不要来 你不可以来 我觉得没有这种道理 所以如果今天的原因 只是因为而产生的 这样子好像台海之间 这种风云密布 好像推向战争边缘 所以大家在谈论 这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 我们真的应该要保卫台湾 可是当真的比较落实到说 那要不要恢复真兵制 就是以前的真兵制的时候 大家立刻回到一个现实面 我提另外一个数据 事实上在2015年 也就是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的中研院的社科署 那是谁在做的呢 吴乃德先生 就是吴英农先生的爸爸 吴英农的爸爸 吴乃德 他主持的一个 也是民调 当时的民调我还拿出来 这你看到 这是当时自由时报报道 2015年的时候 中研院民调 遇六成民众赞成恢复真兵 这个是在2016总统大选之前 而且做出来其实是年轻人比较高 而反而年龄大一点的人逐次递解 所以当时就开始讨论到 因为总统大选了 就讨论到说要不要恢复真兵制 蔡英文当时怎么回应 蔡英文当时回应说 他会在当选十个月之后 针对现在的真目兵制 然后再来讨论另外一个更完善的方法 因为当时就有人 那时候还是萧美琴在立法院执行 那时候萧美琴还是立法委员 他执行说 你看这个民调超过六成都赞成真兵的 所以当时就已经在正常上开始讨论 可是问题是当时很多民进党里面的人 不敢接这个话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民调 都是大部分的人超过六成的人支持真兵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主要的政治人物 或者你现在看到很多的立法委员 他会不会真的提案呢 说实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很多的区域立委 他未必去做这样的提案 没有选票 你懂我意思 这不是选票 当然这跟选票有关了 你看到民调是这样子 道理说我们跟着民意走 五年前民调超过六成 是不是 到今年Edit Today做出来民调 还是超过六成 那所以台湾大部分的民众 是觉得现在的这个募兵制 是不符合台湾的军备需求 应该要恢复真兵制 这个民意非常明确 可是为什么 没人敢 执政当局没有推动 没人敢 谁执政也没有人来一个提案 没有一个党 所以昨天逢世冠 我要讲一下 昨天逢世冠其实很贼的 所以我就很贼 他说好啊 他说这个事情 我国防部也不能做 他说我现在是退股会 但国防部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这个要立法院提案 他意思说 你今天不要谁来问我 哪一个立法委员立法机构 有种的立法委员来提案 他就说你们提案 他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这个民意非常的明确 就是可以反映一个民心 但是落实到执行面 我刚刚讲 五年前总统大选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再度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一起可以观察 到底哪一个政治人物 特别是哪一个区域立委 真的去提案 说我们恢复真兵制 可是我觉得冯士宽蛮不错的 他的前提是说 如果没心的话 那我们就募兵 因为募兵的话 反而是有心人才会认真的做这个工作 然后我觉得这个民调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20到29岁已经当过兵的人 觉得好好好 赶快恢复真兵 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心态 因为你知道男生 你们男生真的很莫名其妙 每一个当过兵的人 他可以把他当兵那段期间讲一辈子 催牛到对不对 一直讲 讲到每个 讲到女朋友都跑掉了 可是还要一直讲 OK 就是 这是女生共同的心声 对 我觉得当兵可能对所有的男生来说 是一个 就太美好的人生经验 所以你们应该也要去当一下 因为你们未来一辈子都可以这样讲 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我觉得可能性是很高 像我这个年纪想到服育观一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情节故事都还历历在目 我会讲过我第一次救人 我说包括第一次为国流血刮胡子刮出血 我终于为国家流血 演习我从装甲车上面 那个刹车 我掉下来 就这个骨折去驻国军802总医院 初恋爱上了国防医学毕业的护理长 但他是中卫 我们是有少卫 OK 只能在心里想一想 包括我们演习 救我们的部队跳伞 跳到水库里面去 我们的指挥官站起来 叫我们全部冲下去救人 我活生生拉了一个人上来 他我这个年纪 整个脸都苍白 我第一次抱了一个人 他觉得说这是一条命 我把你救上来 但是我也要反省个问题 真正战争的时候 这种现象可能很多 一颗炸的现象很多 所以我想和平还是我们终究 最后国家寻求的整体的国防目标 但是他的必要的手段跟决心 值得我们大家用理性的方法 在做更深度的讨论 今天苹果日报有一个新闻说 美中台交锋驱离共击 耗我4132的价次 一共大概花了40亿的新台币 军方首度证实中国平均每天 有15架次的扰台的这些军事的骚扰行为 那在这个新闻的纪录之上 我们的民调继续来提问 政府发挥巨资向美国购买武器的支持度 是不是支持 我们花大钱继续把美国人买抹去 非常支持跟有点支持 加起来是42.1 但是是低于不太支持 跟完全不支持的51.5%的选项 说不要继续花大钱去买抹去 这个部分是51.5% 超过愿意的42.1% 那美军驻台协防台湾的支持度 你赞不赞成呢 非常支持跟有点支持的 加起来是过半55.7% 但是不太支持 完全不支持的30.7% 实际怎么看这个民调有点有意思 来听点意见 对啊 就是买武器这件事情反而 会不会是那个题目让人 误会觉得说花大钱 大家都会觉得对 我们应该要买武器 我们买武器是为了要 做自我的防卫 因为你唯有自己的防卫 坚强实力提高了 人家才会不敢来犯 才会是和平的条件 要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可是如果是 那可是我们为了要提高自己的 在你花很大的钱 会不会题目上面 会让人有这样子的误会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还是认为 军购这件事情应该是必要的 只是那个花费以及买的项目 可能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说美国要卖我们七项 六项还是七项 七项很厉害的那些武器 因为当初曝光出来的数字 买的金额有一点高 可是其实那个就是一开始的金额 但是接下来还必须经过行政部门的提案 然后再经过双方的溢价 所以到最后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钱 所以如果把那个价钱是压低下来 而我们又可以买到比较厉害 我个人已经强调过 我最欣赏海马斯多管火箭 因为光名称听起来就超炫的 就是买到很强的武器 我觉得那个对台湾当然是有需要的 你应该解决这个题目说 这个花费巨资 我想巨资是一个有点抽象的概念 到底多巨大 那前几天的新闻讨论也提到说 这个巨资会不会造成我们国家 整体社服预算的所谓被排挤的效应 开在这里另外一个无人钱都要减减 还有过去长期在部分媒体 我们也建构一个概念就是说 很像我们花大钱去跟美国买 可能不是最顶尖的武器 甚至逼逼买这个东西 人家用100 印度人家用70、60 所以这些很相对又很相不对的意见 可能会造成我们民众对于所谓 花大钱向美国买武器的支持度 会跟不太支持的部分 会形成一个可能跟前面几个 题目的关联性有点逆向 的意见表达 那回来看 好 你如果要爱台湾 你自己派兵来 最好我给你赞成 要打 来马上你台湾吧 这就高达55.7% 这也是台湾人生存的精明 这个在美国做一定颠倒过来 做颠倒才对 OK 好 不是乱做 这真的真实意见表达 这媒体都有台湾人民 在这个艰困的时刻 他所展现的所谓庶民的智慧 这个智慧代表的意见说 会不会太点点点 不过也蛮有趣的 相信这个师父 是对了 有点令人数水分裂云 我也会感觉不过有些 静慧的一段时间 会不会太强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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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灭 toxic 有点症我只是说 不能再课就没做到 让我们再课就能拉出 那么没做完 感谢观看